公司拍了这么大的一个入窑写子 成交价是2.94亿港元 将近三个亿 这就是拍卖的图录 看见没有 这上面写着乐葱堂 这件东西早年有个记录 所谓早年也就是1982年 1982年有个记录 我们看一下这个写子的面貌 就是这个样子 颜色跟这个很准确 那么汝瑶怎么卖这么贵呢 他还真不是平白无故的就这么贵的 是因为他以前就贵过 汝瑶可不是今天才有名的 历史上就有名 南宋有个人叫周辉 他写过一本书叫《青波杂志》 今天你们买各种时尚的杂志 杂志这个名字就是宋代出现的 就是各种文章存在一起 当时他的这个《青波杂志》上是这么记载的 他说灰就指本人 古人说不说我怎么样 说自个人名字 你比如说我要说我自个人 我就说都出僵尸 他是灰出僵尸 见笔中所用定器 色影可爱 就是我当时相当于出国 看到对方的所用的定谣 颜色非常漂亮 又见汝瑶宫中尽烧 内有玛瑙末为诱 为共欲减退 方许卖出 尽忧难得 周辉当时就说 他是南宋人 他说的是北宋的事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当时就在宫中看到烧的这种乳窑 这种乳窑呢 他为什么漂亮呢 他说了个原因 他说因为里头有那个玛瑙末 烧的时候割了玛瑙末 用它作诱 当时呢 供皇上先减退 就把东西先减一遍 挑减一遍 把好的拿走 剩下的才允许到市场去卖 我们老说文物是孤正不正 你记载也是一个记载 那总是不显得没有力量 其实南宋还有一个人 叫叶志 他在坦斋彼横中呢 也有这样的记载在 他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 有盲不堪用 就是 白瓷器 太刺眼不好用 随命汝州造清窑器 故河北呢 这个唐邓耀州西有之 乳窑为魁 当时这个叶志就说 乳窑是最好的 宋代人就这么认为了 这个乳窑到底哪烧的 那么今天啊 由宝峰清凉寺出土的乳窑窑指 还有这个河南张公相出土的这个河南的清瓷器啊 这些都跟乳窑有直接关系 但是文献中记载呢 很有意思 他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 乳窑宫中禁烧 这个禁是指禁院禁地的意思 比如我们北京故宫叫什么呢 叫紫禁城 是指啊 宫中禁烧 是指在宫中这个位置烧 北宋的时候就开始烧官窑了 也烧乳窑了 那这个窑指在哪呢 我们推测 他就应该在 这个当时北宋的都城啊 在这个汴京的工程内 景德镇烧好了素胎 运到北京啊 挑好了最好的素胎 在由大内由工匠去画 画完就在这儿设一个小窑就烧了 所以宫中烧窑是有传统的 这个乳窑实际上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广义的 一种是狭义的 那么我们从狭义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乳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成为定论的各大博物馆里的收藏 这有统计数据啊 这是有统计数据的 那我们这个乳窑啊 就是一千年以来啊 它是越来越神秘 因为它越来越少嘛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统计啊 统计出来全世界呢 就是这个不足一百见 广义的乳窑呢 就比较多 第一种呢 是传世乳窑 两岸故宫 大威德基金会 这些都算这个最重要的乳窑作品 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宝峰清凉寺出土的乳窑了 这都算 第三呢 就包括鲁州张公相啊 窑出土的类似乳窑风格的这种青词 河南青词构宋的啊 构宋金时期的 这都统称为乳窑 再有呢 就是这些年啊 陆陆续续发现的乳窑的 类似鲁窑的青词 明清 公平所烧的官窑品种很多 我们都知道有青花 是吧 有优吕红 有各种彩词啊 比如五彩 豆彩 法郎彩 粉彩 还有各种颜色诱 还有很多仿生词 很多 但我们今天所说的官窑 是不止明清以后的这种 很世俗 很漂亮的这种官窑 我们说的是宋代的官窑 因为我们北宋时期 后期才开始有官窑 这种官窑指的就是这种 带有油灰青色的一种特殊 右色的瓷器 在那个时代右色非常特殊 那么后来呢 就是这个经师呢 自治啊 自治谣稍早 所谓自治谣呢 就明曰官谣 说得很清楚 他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叫习徽宗一治治谣 什么叫习徽宗一治呢 就是严习了宋徽宗 北宋最后的这个皇帝 一治啊 就是当时他怎么做的 然后在这个修内斯造清器 明曰内谣 我们今天说修内斯 他就说明曰内谣 当时他有这样一个记载 他说呢 后来呢 除了内谣以外 后来交谈下别利新谣 一曰官谣 就是也叫官谣 北宋的时候 京城内或者京城附近 一定有官谣烧灶 那么北宋官谣长什么样呢 我们目前啊 能够在全世界找到四个 其中啊 台北故宫有一个 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个 英国大营博物馆 是大威德基金会有一个 另外有一个就卖过 这三件不能卖 我们都很清楚啊 那么另外一件可能卖的是谁呢 那是原来我们国内的一家 这个文物商店的收藏 南宋官谣呢 它主要分两个官谣 一个叫修内斯 一个是交谈下 记住了 那么这两处啊 南宋官谣出土东西 差别呢并不大 它不是说这两个官谣出来的东西 明确的能分出两拨 因为本身它的烧灶距离就不太远 也有可能烧灶的时候 都是一拨工匠 都是可能的 那么龙泉谣是我们中国啊 这个青瓷烧灶的一个重要产地 它离这个杭州 虽然这个是一个省内 但是也很远 那么如果当时南宋官谣 要求龙泉给烧灶呢 那从传达指令到运输 这些瓷器呢都很困难 那简单 我们把工匠请来 那么把工匠调来以后呢 就地取材 浙江的这种紫金土啊 到处都是啊 非常容易获得 所以在杭州就找到这种紫金土 它跟这个龙泉的这个青瓷的 这个所用的瓷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么由于他们在南宋官谣啊 这个遗址烧灶的这些刺激 受到了南宋官谣的一个地理位置 以及材料的限制呢 所以它呈现的颜色 比龙泉青瓷更加发灰 这一发灰因祸得福 因为一发灰 他就比较接近于北宋官谣 因为一发灰 他的就显得比较高级 有别于那个青瓷 宋代的第一个皇帝啊 这个高宗赵构 是一个有极强审美能力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南宋官谣呈现 这种灰灰的色调呢 是它一个极高审美的具体体现 它定了调子以后 那南宋不管后来谁上来 一定是以这为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南宋官谣出土的 这个瓷器烧得好的 都是趋于一种灰蓝色 如果绿色的色系一重 那就归了龙泉 所以在整个这个南宋官谣系统中呢 以它最标准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是它介乎于灰与绿之间的一种灰蓝色 这种颜色呢 说句实在话 你拿嘴巴说是说不出来的 你必须看 这个看呢 这个你通过屏幕去看 通过你手机那种彩屏去看呢 你也很难捕捉到它真正的颜色 如果非常想看的话 你只能去播放 这回谈大名鼎鼎的歌谣 我们看看这东西 这盒都是原来的 你看这盒 这盒 这都是民国时期的盒 这瓶子我可买了有年头了 歌谣的纸锤瓶 漂亮吧 这种瓶子都叫纸锤瓶 在这个瓷器中呢 样子比较高谷 这瓶子是哪的呢 是我从上海买回来的 上海呢 当年有一个古董商 那古董商呢 他那有好 他那人特别能钻银 所以他手头呢 有很多好东西 那么歌谣啊 歌谣现在大家一说 就是大名鼎鼎的歌谣啊 一说五大名谣 如鼠家珍 其实我们在三十多年前 根本就没人知道这词 那歌谣的最典型一特征啊 最典型一特征 这上面特清楚 就叫金丝铁线 金丝铁线 它必定得有黑色的 这种铁线 在黑色的之间的小的区域里 有金丝 就是细的这种开片 那么歌谣的开片呢 它是所谓开片 就是又发生了这种 这个裂嘛 它由于稍造细数啊 膨胀细数不同 所以它就形成了这种开片 开片是稍造中的一个缺陷啊 古人稍造瓷器说 一定要回避这个缺陷 他说那回避不了 因为你很难让右 和这个胎的膨胀系数 非常吻合 那么到了这个宋元以后啊 就是文人慢慢慢慢 发现这事既然不能回避呢 不如迎面而上呢 就把它推置于一个美学的 这个境地叫缺陷美 它以右色和开片 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啊 它既有右色中的美丽 温润啊 又有开片的美丽 它是双重一个标准 因为你如果不开片 这东西看着 就你看一个暖黄色 不开片 好像没什么意思 那么缺陷美形成的 这种美学高峰呢 它呢 最初是无意的 后来变成一个刻意 刻意也必须一次生成 不能说我做一瓷器啊 最后我我做成了 我巴达巴达敲它 让它裂开 那不行 它是自然的 这个缺陷美是这样 一旦你认可了 它就开始奏效 你会特喜欢 那我们就需要给歌谣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这个定义呢 就拔个字吧 金丝铁线 自口铁足 什么叫金丝 什么叫铁线呢 黑的叫铁线 黄的叫金丝 这很容易理解 铁线怎么形成呢 瓷器刚烧成 瓷器只要刚烧成呢 它有开片啊 一出窑 逼了把它响 能响三年 把这东西开片以后呢 直接凉了以后 搁在这碳黑水里 过去这碳黑水啊 都是刮那个锅底的那个碳黑 掺着水 忘了一割 一泡 然后就形成了这种黑线 让它所有的开片中呢 沁进了这个黑色 弄完以后呢 把这瓶子搁着啊 搁着你知道瓷器的英丽的释放啊 一般情况下都要释放两三年 我买的那个 过去我买的那个大瓶子搁在我们家夜深人静了 好年了 还开片呢 它就继续开片 继续开片 这种开片都比较温和 比较小 它这种开片呢 长时间的由于空气的氧化 它就慢慢慢慢慢慢变成黄色了 这黄色就形成了金丝 那合起来就是金丝铁线 过去啊 我听到老先生跟我聊啊 说你玩歌谣啊 说你们这都不成啊 我说怎么不成啊 他说这歌谣有一个牛的标准 叫什么呢 叫小气开大片 大气开小片 啊 什么叫小气开大片吗 你比如这东西算一小东西吧 但它开片太碎 太碎 如果就开几个大片的 那那价值高 难呢 大东西呢 片大吧 那不行 得开小片 紫口铁足呢 是指啊 这东西底下 这个颜色跟铁一样 这叫铁足 口呢 它因为过去有一点点 这个脱右现象 它形成了一种 浅浅的这个深色 所以叫紫口铁足 古人在古代文献中呢 就有关定谣 辱谣 官谣啊 这三个很重要啊 这个宋代文献中都可以 看到记载 但没有歌谣的记载 也没有军谣的记载啊 关于歌谣最早的记载呢 就是元代的 这个孔克奇的 这个叫敬斋执政执记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通过现代的仪器啊 对清宫就藏的传世歌谣 对凤凰山啊 老虎洞的元代地层出土的青丝残片 对龙泉出土的黑胎青丝残片 进行化学分析 那么形成了金人 对歌谣的一个最新认知 这个歌谣的年代啊 我们根据元代的文献呢 和老虎洞的这个 这个遗物啊 这个我们觉得定在元代为遗 定为宋代 真的是有点冒了 清末民国初年 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话 叫纵有家财万贯 不如君慈一片 我讲百家讲坛的时候讲过 我收藏的第一件瓷器加木器 就是一君慈挂平 整套的四件 今天还在博物馆里展出 那是我当年买的 第一件重要的文物 当年花了一千六百块 那时候一千六百块 溜溜是一彩电的钱 是一个人大约五年的工资 你看这挂俩君慈挂平 这俩君慈挂平是我们复制的 还不是我原来那个 但这里头的君慈那个残片 都是老的 都是金元时期的 各个挂红 这君慈呢 他其实这两年给分出来了 叫官君和民君 宫廷用的就叫官君 他君慈啊 你看这颜色啊 这盆帘是蓝的吧 有那红的 紫红色的 过去书说入谣一色 出谣万彩 你看他就是红色的 我告诉你啊 这君慈也属于青瓷系 你甭管他颜色怎么变化 天青天蓝月白紫红 什么颜色加起来 全部啊都属于青瓷 我们今天怎么说呢 说中国古代五大名谣 过去认为啊 官君谣啊 是北宋时期烧造的 与宋徽宗的花石缸 更远 有直接关系 因为他不是养花的花盆吗 其实那花石缸 不是那意思 是那特的个的啊 特的个啊 那个 太胡石啊 这个所谓缸 就是一组啊 但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推测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文献 也没有考古发现 没有证据 那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啊 君谣 我们把它分成民君和官君 民君始于金代 这大量的文物可以佐证 我们曾经说过 叫辱亭君代 辱亚停烧以后 君谣开始代替他 所以我们看到最好的金代的单色的这个君谣 跟辱亚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最初的这个君谣啊 是没有红色颜色的 也没有这种色斑块 没有啊 盘子多 碗多啊 都是普通的用具 官君呢 就始于明初啊 那么晚明啊 一直到清代开始关注君谣呢 他是跟这个神没有直接关系的 君谣在宋代的时候 肯定没什么地位 尤其南宋啊 南宋呢 人都是高宗 一些人都雅 你看看南宋官邀啊 都特雅致 人家打红的啊 打色块的 他不喜欢 这种斑块 色块 他本身就不是中国人的传统 这个清代啊 咱们都知道是满族人入主中原 是吧 他尽管学习汉文化 但是他跟汉文化之间 总是有一些距离感 你注意看 凡是这种色彩绚丽 大斑块流行的时候 都是什么呢 都差不多不是汉人 不是汉族统治的时候 那么到了清代以后呢 清初对中国传统的优秀的词器 都复梢 这一复梢呢 就开始复梢这君谣 谁复梢呢 景德镇复梢 所以君谣呢 到了清代的时候 变成了清代复梢的 现在叫复刻的一个模本 那么自然它就流行起来了 定谣相对前面那几个谣口来说呢 相对定谣还比较好谈 我们前些年啊 前些年大概五年前吧 纽约苏比拍过一个小碗 13.4公分 就这么大点 当时估价是多少呢 是20万美金 结果这么小的一个定谣碗 最终呢 在五年前以222.5万美金呢 被欧洲最大的股东商呢 买走了 这个数字在纽约可以买非常好的一套房子 那我们就说啊 就这么一个白碗 说今天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碗啊 白的 凭什么卖这么贵 我告诉你 就凭它在1000年前 它是全世界最高科技的代表 中国古代的这五大名谣啊 就是如关歌军定啊 定谣的谣指在哪呢 在今天的河北曲阳啊 河北曲阳的临山镇 就是河北曲阳呢 是这个石克啊 石克家乡也是那儿啊 因为曲阳呢 在唐代的时候 在五代的时候 北宋时候属于定州管理 所以就要定谣 那么定谣 它稍到一开始 它肯定是在唐代后期啊 然后经过五代到北宋 达到一个繁荣 原以后就逐渐逐渐 这个衰落了 为什么衰落呢 是因为景格镇起来了 高领土的使用时 其他瓷器都衰落 那么乳谣 官谣 割谣 军谣的基本都是定型的 因为它 它们都属于清瓷系 而定谣是白瓷系 那么白瓷是中国陶瓷史上 对重大的进步 这个把瓷器烧白了 我说过是 我们的先人追求 这个陶瓷成就的第一目标 由于白瓷的科技含量高啊 科技含量高 主要是它的视觉感受很好 我们今天啊 常年呢 都拿白瓷碗吃饭 你没什么感觉 可是我让你常年呢 拿一个黑碗吃饭 你再拿白碗的时候 你就有感觉了 那定谣呢 它真的 它除了烧这白瓷以外 它还烧黑瓷 烧酱酱酱的 烧绿酱等等品种 比较少 那么黑幼和酱酱呢 文献中都有记载啊 那个记载都很清楚 比如叫黑定 墨定 黑和墨是一色嘛 比如有红定紫定 甭管它是什么定啊 就是带有各种颜色 我们说的五官歌君 这四个著名的窑口呢 它都是以右色取胜 以右色取悦社会 定谣不仅仅是以右色 它还有文士 所以它有刻花花 还有印花等等 孙波这个诗呢 它的名字叫 《试院监察》 那说的很清楚啊 《试院监察》 然后到这儿呢 它说的很清楚 它说君不见 昔日礼生 好客 守自尖 贵从 活火 发心拳 然后它说 定舟花瓷 灼红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 应该怎样 的確认 非常清楚 我这就是 而耳朵的白瓷 这是红茶 我们倒一点 正儿 第六件事 大家看起来 跟小姐姐姐在参加 我们看看啊 这个颜色 松带喝茶的时候 有一工具叫茶显 有竹子的 前面松 它转动它 转动它呢 我们说琢磨琢磨 就是打磨 那么你看这个颜色啊 如此的漂亮 当时呢 用那个茶显在搅动的时候呢 这就叫琢红玉